再来 为什么人要吃动物的肉 因为人无名 欲望强 刚刚讲不了解叫无名 因为满足欲望 今天如果人吃人肉你就受不了 动物吃人你更受不了 但是人往往以为我们是世界的主宰 我们可以养动物 可以杀动物 这是不公平的 任何一只瞎眼的蚂蚁都要活 没有脚的蚯蚓都要动 他们的生命的意志力都很强的 所以我想这个跟宗教没关系 同样我们是个生命体 我们都不希望有痛苦 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 或是所谓的营养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或被虐待上面 这是真理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高速公路 看到那些猪被运挤在那边 然后呢 在运送的过程也是个虐待 然后电击它 杀的过程更是一个虐待 割喉咙 放血 放到热水 扒皮 你就看到那个过程你会吓坏了 我们经常到嘉义弱品市场 吓坏了 吓坏了 看到那些牛被杀的过程 有些昏倒 有些哭啊 吓坏了 以后牛肉不再好吃了 因为那一幕 你让他觉得牛太痛苦了 我不愿意再这样做 特别我在这边 希望各位少吃牛肉 为什么 牛帮我们耕田 牛帮我们产牛奶 牛对我们人类的恩实在太大了 然后有一些好辩论的 没有 说现在有人起来 让我们吃的都没在政参 那就是你好辩论 你只是沉浮在你舌头的欲望里面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牛啊 你把他头斩断了 斩断了 皮扒掉了 他眼睛都还在动 他皮肤都还在战斗 他们的生命力特别强 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虽然牛肉好吃 但是他们的痛苦太痛苦了 所以站在慈悲的理由 和不愿意去做 如果你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 两三天 你这辈子就不会再吃肉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思考 所以每一尊佛像 各位如果看都是在打坐 思考再去做 什么事情都要思考过 才去决定 不要盲目 不要跟着别人走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